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台湾IP高雄原创寥寥号轻轨彩绘列车开箱起航 陈其迈指出这次轻轨彩绘列车结合LINE六款人气贴图 并感谢身为高雄人的六位原创作者 共同让高雄更美丽 也让大家认识高雄的文创潜力 今天来了很多的议员 我知道他们都是来看这个人气贴图网的 不是来看我的也不是来参加的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台湾文博倒数一个月 所以在8月的话台湾文博即将在高雄正式登场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特别结合台湾IP高雄原创 高雄寥寥号的正式启动来揭开序幕 那这一次最主要是有六个在我们LINE里面的人气贴图 包括猫爪爪、March 2、小海报、小企鹅、他不振金 那等等这些的在网路上都非常受到好评的这个贴图 那最重要的他们都是公益 而且来热心的提供给我们他们原创的IP 来作为这一次活动的这个宣传使用 陈其迈表示 这次轻轨列车结合人气贴图 是继近百银河系微光流动后 再次推出台湾IP高雄原创寥寥号轻轨彩绘列车 提供原创IP的六位贴图作者皆为高雄人 这代表高雄是一个充满活力且热情奔放的港督 六位其实他们都是高雄人 这个也代表说其实高雄是一个充满活力 而且热情奔放 尤其在很多的这个文创里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这个轻轨结合了这些任气贴图 也是继我们的近百银河系到微光流动 到这一次的这个六个原创的我们高雄的台湾IP 这个部分再一次的配合我们轻轨这个的启动 那就希望说这个高雄寥寥号 大家都可以多寥寥 而且很有疗愈来这里享受一下 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湾文博 各式各样台湾的这些文创的这些作品 人气贴图角色要上高雄轻轨 作为2022台湾文博会 台湾设计展在高雄的活动大使 以斗具可爱且吸睛的造型搭配高雄背景 热情邀请大家一起到高雄参与 今年8到10月的文化盛世 因此能不停发生